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继续来谈 这个先讲民调的部分 一样是拉斯穆森最新的民调 美国的礼拜天的晚上 最新释出的民调 这是关于无党无派的中间人士 他没有认同政党的认同 不是民主党的也不是共和党 那独立的人士呢 目前决定要支持川普的 是49% 然后要支持卡玛拉的有41% 好 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都叫他卡玛拉 你不叫他Harris 因为Harris有很多人是这个姓 甚至有的Harris是他的first name 那比较特殊的发音的就是他的名字 卡玛拉比较不会跟其他人产生混淆 那川普呢 很多人都叫他川普 川普是他的姓 但是大部分人都叫他川普 不会叫他唐纳德 所以我就是用中文的使用的一个习惯 就是怎么样能够有最好的辨识性 而且也顺口 所以我都叫他卡玛拉 好 那他的部分呢是41%的支持度 这个支持度相差悬殊是8个百分比 那这个跟当时拜登跟川普的竞选的时候呢 在上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独立的人士的部分呢 他差距也是一直在拉大 那我相信之后差距会持续的稳步的拉大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指标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 然后CNN的专访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 因为CNN的专访事实上 对于卡玛拉跟他的副手 Waz 这个专访总共有41分钟 可是呢他们只总共剪接之后才释出18分钟 那完整的录影 没有剪接的录影内容是什么呢 显然中间出了一些问题 好 那反正大家对于CNN的信赖度本来就不是很高 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对这些 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的话 这是一个大翻车的一个采访 这一定是可以确定的 那再来就是 我们观众朋友水准都很高 关于美国 是不是应该要在关税上面 继续再跟中国去角力 就这一点 以及看起来川普在最近的福斯 看起来他对欧盟也很不满 甚至对欧盟还比对中国还要不满 事实上没有 因为他讲到欧盟的部分是说他们的贸易 逆差太大了 可是他们透过谈判已经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至少他没有对于欧盟施以什么高关税 那为什么对中国的产品施以高关税呢 高关税磕下去之后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当然会变贵 那最终不利的是消费者对不对 但是川普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以及FANS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计算 它有一些联动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高关税 虽然对这些单项的产品 它的价格确实会上涨 最终会产生终端产品的上涨 然后等于是消费者在付这个关税 不是中国在付这个关税 你可以这么说 可是呢因为关税 科加上去之后这是惩罚性关税 那么政府可以利用这 拿这笔钱来做一些利用运用 这高达1000亿美金 再来就是他可能会把一些工作 美国传统的产业跟这些产品 有冲突的这些产业 他可以稳定这些产业的工作 不会因为你低价竞争 所以冲击我的产业 让我们的失业率还会再攀高 这是他的理论 实际上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说WTO JTT当时创立的目的就是要米平 非关税贸易障碍 然后让关税在每一年的谈判中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达到货物自由的流通 然后最有能力生产 经济力最厉害的这些国家呢 最适合生产的国家 他们就承担这种产品的生产的工作 其他人不需要做重复的投资 好 所以这样子可以最终造福 全人类的生活的幸福 我们可以消费者可以用最低的代价 买到最便宜的产品 可是这不能在政府介入之下 产生扭曲 是真正的自由经济 因此WTO允许 如果有政府介入的问题的话 允许可以有惩罚性的关税 来削平米平这种不公平 雷根的经济政策 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还被缅怀 还被讨论 那影响雷根的经济政策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 他的名字叫做Milton Friedman 富利曼 那我们通常就知道他富利曼富利曼 非常熟悉的 他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的 经济学奖的得主 那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1976年左右 富利曼在2006年去世之前 他都对于香港的经济 在他还去世之前没有几天 他还对香港的经济写文章发表 就说你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投钱进去要救股市 你好像要把整个香港怎么样国家化了 公有化了 所以他对于香港认为他是一个自由港 是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典范 被完全摧毁殆尽他是非常心痛的 好我们简单介绍一个富利曼 他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 等于是说芝加哥学派在他手上呢 经过30年的时间 他把他的理论基础完全巩固 自由经济的这个领域呢 他是一个雄变滔滔 几乎没有人有办法变淫他 那甚至有其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说过 就说不要想说要变淫他啦 因为他的反应就像闪电一样 只要能够跟他辩论过呢 都是无上的荣耀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在自由经济的这个主张上面 跟现在的这种现代自由经济是不一样的 现在自由经济已经走向说 应该要有很多的政府管制进来 那他并不是主张无政府 他主张的是小政府最小的政府 然后让自由经济市场可以怎么样 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运作 所以如果他今天还在世的话 我相信他会对于川普 想要用关税去阻碍自由贸易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有意见 可是也未必 因为川普所对付的 出手对付中国的是因为 他经过一些计算 怀疑中国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介入去做补贴 于是我就把你用科高关税的方式 把这个补贴部分把它迷平 那至于川普如果今天 不是今天不是说 有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产生 而是直接用关税的方式 去阻止去影响进口出口的话 富利曼一定会反对 那我看川普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是川普确实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是富利曼一定会反对的 就是你要把一些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或者比如说你要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那这个是美国最适合的产业吗 你会不会是把美国的劳动力用在生产率最弱的地方 你不适合这个产业 最适合美国的产业才适合回到美国 这个不需要政府去介入 可是有一些事情政府必须要介入 比如说有人利用这些自由贸易的一些协定 到墨西哥边境去设一些大的厂对不对 然后就希望用自由贸易的方式 直接切入美国的市场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什么是自由贸易 什么是自由企业 什么是最小的政府的管制 富利曼最有名的就是用一支铅笔的故事 来解释他的主张 我们明天会继续谈 富利曼跟四个左派的英国的学者 在讨论经济的时候 那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工坊 甚至已经有人像人身攻击一样在攻击富利曼 可是富利曼只是微笑点头 然后最后还是总结 他还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完整的论述 他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自由经济自由贸易 他所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不是讲无政府状态 只是政府要最小的管制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一支铅笔的故事 这一支铅笔的故事 最后一支铅笔的故事 或是黑色彩笔的故事 或者黑色彩笔的故事 这支铅笔的故事 后一支铅笔的故事 后来还被芝加哥学派 这些学者很努力的在十几年前把它拍成一个很短的短片 因为是短片 不是一个学者侃侃而谈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轻松 所以我们今天的片尾 会把一支铅笔的卡通影片放给大家看 大家看的会比较轻松 可是我们现在先讲 就是说 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 而富利曼当时协助雷根政府 解决的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就把它解决了 在这中间 其实富利曼也帮助了很多的国家 那这是一段富利曼在讲日本发生通货膨胀 以及花了多少时间才解决它 也是很短 富利曼到各个国家去的时候 事实上他都会拍影片 他用影像 他知道影像对后人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他尽量的利用影像 图表 数字 曲线 趋势 来解释总体经济 他还主持节目 所以我们来看 富利曼的这一段影片 讲日本曾经发生过通货膨胀 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 也解答了今天 美国应该要怎么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他几乎是预言式的告诉 所有的人 卡马拉的主张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通货膨胀最终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富利曼的拿手的 经济原理 经济学原理 就是货币理论 来我们来看这段 在1973 他们被决定的 决定 和我们的金融思组 所发生的 金融思组 有资本的 是真的 在最后一段时间 其实没有一段时间 但后一段时间 但是连日 1972 1973 in early 1973 the government reacted it started to cut monetary growth but inflation continued to soar for a time the delayed reaction made 1973 a very tough year of recession inflation tumbled only when the government demonstrated its determination to keep monetary growth in check it took five years to squeeze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japan had attained relative stability unfortunately there's no way to avoid the difficult road the japanese had to follow before they could have both low inflation and a healthy economy first they had to live through a recession until slow monetary growth had its delayed effect on inflation inflation is just like alcoholism in both cases when you start drinking or when you start printing too much money the good effects come first the bad effects only come later that's why in both cases there's a strong temptation to overdo it to drink too much and to print too much money when it comes to the cure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when you stop drinking or when you stop printing money the bad effects come first and the good effects only come later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persist with the cure 好看完这段影片呢我想今天也不要花太多时间 来来谈这种比较艰涉的经济的问题 我明天接着谈 所以很关键的今天通货膨胀的问题是因为政府放任或者甚至是加码 有太多的资金进入了市场 所以通货膨胀是一个二效应 它跟随着货币的流动 所以被拉抬上来 等到你去控制货币的数量的时候呢 你设法把资金从市场上收回来 那它会有后效应 就要喝醉酒了之后 它会有后效应 它还继续在醉酒 它还继续在晕眩中 所以它会跟着下来 可是你如果有决心把货币控制好 通膨就一定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当你缩紧货币 通膨解决了 你无可避免要面对什么 要面对经济的有一段时间会停滞 会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美国的经济 在面对现在的通膨的问题的时候 如何又能够解决通膨 又可以经济增长 这就要看川普的实力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做得到 一方面缩紧油资 政府不要再乱丢钱到市场上去了 所以最小的政府维持最小的开支 但是它抓紧正确的产业 比如说电动车 让这些产业回到美国 但是不是做你不能干的事情 你的工人事实上没有办法跟其他的 这些血汗工厂的国家PK 你只能去做什么 高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有机会做到 因为现在大型的工厂的建制 甚至关灯工厂 那他还是需要工人 他是需要技术工人 而且需要当地的工人 然后他可以有一些 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 当你的传产业制造业 创造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 你会在服务业创造1.3 1.4倍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最后的这一段 再讲到一支铅笔的这个故事 这个卡通影片呢 它里面有谈到 一支铅笔的生产 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非常的复杂 它涉及了上百万人的活动 才有办法看到你手上 这一支黄色的铅笔 它甚至包括 在各个场合提供服务 提供午餐 快捷美味的午餐 的这些服务生 这些餐馆 这些服务业 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 而他们做这些经济活动 并不是有目的性的说 我们要去生产一支铅笔 没有 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工作的领域 在自己的岗位上 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服务 自己有兴趣的服务 他们所知道的专业的领域的知识 就那么一点点 可是它非常的精专 它就是会把一份午餐做的好 它可以把咖啡泡的好喝 但是它就在整个产业里面 在整个产业链 就会被支撑起来 所以你不需要所有的美国人 包括铁锈带的这些美国人 每一个人都进入工厂去工作 不需要 但是只要有一定的传产业进来 回来 而且是适合美国生产的 你不是去跟人家PK 你事实上是很弱势的这些工作 那么服务业也会跟着起来 能做服务业的做服务业 能做制造生产实际的真的产品的人 去生产真正的产品 能够做高端AI的 高科技的去做高科技 这个就是美国的强项 可是你不能够不照顾 你说我都只是AI 我都只是高端 那一般的民众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跟知识经济非常相关的 就是教育程度 美国要解决它的高效教育成本太高的问题 这个富利曼也有过主张 但是呢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讲到这里 就是富利曼真的是上个世纪 影响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学者 而且他主张的是19世纪的自由经济 他绝对不会同意现在说 我们应该要多一个福利的政策的自由经济 不 因为他说过了 19世纪 明天讲好了 就是19世纪的时候 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可恶的资本主义 因为在19世纪 他是一个传教士非常的盛行的一个年代 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他是一个慈悲的资本主义 只是后来被扭曲了 我们看完这段考虑影片 明天见 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if we weren't surrounded by it every day if we didn't take it for granted we'd be dumbstruck by its very intricacy and brilliance this is an ordinary familiar wooden pencil you might think a pencil is simple chances are you've been using one since before you could even read or but just because it's familiar doesn't mean it's simple in fact it's complicated elaborate beautiful elegant its very existence is too improbable for any one person to truly comprehend these are the basic materials that go into a pencil graphite cedar metal and rubber but if you had all the elements of a pencil right in front of you could you make a pencil it's not as easy as you might think in fact no single perso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could do it without the help of countless others and thi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 pencil just like you and me is the end result of a vast and intricate family tree a symphony of human activity that spans the globe through their work and knowledge a vast number of people have had a hand in making this simple pencil unlike your family tree this one begins with an actual tree the most immediate ancestor of the pencil is a cedar tre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but the loggers who harvest the timber are also its ancestors and these men don't work alone they in turn are assisted by the people and industries that produce the sauce rope countless other tools that they use these are also the ancestors of our pencil as is the waitress at a nearby diner who sells the loggers lunch to say nothing of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involved in producing that simple midday meal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web grows consider the roads trucks ships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he people who design build and maintain them all of them are necessary to bring the lumber to the mills and the slat factories to process them all of them are also the ancestors of the pencil and even with the work of all these people so far all we have is a stained wooden slat a naked half of a wooden body of a pencil but its family tree is larger and more extensive the graphite is mined in China and Sri Lanka at the pencil factory is mixed with clay and heat and other materials before it's extruded dried and baked in a kil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ntinents different cultures cooperate to bring these materials together with waxes and kilns and equipment from across the world these two are the ancestors of the pencil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eraser with ingredi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s the end result of similarly complex and exotic branch of the family tree as is the ferrule the metal band made from material that is mined refined and shippe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ach part of the pencil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together they form a process tha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adapting a change in the availability or cost of material from one place might make another source more desirable and the process changes and adapts fluidly and there is a fact that's still more astounding the absence of a mastermind of anyone dictating these countless actions which bring a pencil in the beam each member of this family tree supplie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the necessary know-how needed to make a pencil they do so voluntarily not because they necessarily want pencils or like pencils but because by working to create them they exchange their labor and skills for the wages to let them buy what they want and need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market at work the spontaneous configuration of creative human energi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ith their various skills and talents organizing voluntarily in response to human necessity and desire as if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the intention every second we are alive we benefit from the products of voluntary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this is the modern world it's miraculous it's intricate and it gets better every day so long as people are fre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f we can leave the creative energies of humankind uninhibited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accomplish you are genuine at all thing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A-C-L-R-X-C-K-L-O-X-K-K-L-A-C-K-L-C-K-L-O-L-D-Y-T-A-C-K-L-O-C-H-I-N-T-O-S-A-N-T-S-K-L-L-U-P-O-S-K-L-E-T-O-S-V-O-S-M-T-I-E-S-S-S-T-S-E-S-T-T-S-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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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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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